刚接触Mac的朋友一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说 把你的PC的硬碟、随身碟接过来的时候 发现你只能够读取 可是呢,却没办法储存档案到硬碟内 好,那要解决Mac的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就安装这个软体 Texera NTFS for Mac 这个软体把它装完之后,马上就解套了 好,这边可以按一下download now 好,按下download now,然后就可以安装 安装完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Texera NTFS for Mac 装完就可以马上重开机 然后你再接上硬碟就可以 储存你的 档案到你的 NTFS的硬碟上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以上就是解决 无法储存 NTFS硬碟的问题 好,以上 以上 以上 就是解决的问题 就是解决的问题 就是解决的问题